那先跟大家問好 那這邊呢就是先跟大家道歉 就是呢上一堂課呢 為什麼說沒有上課呢 那最主要呢就是因為閣西亞說 他把禮拜五跟禮拜六搞錯了 就禮拜六那一天呢 閣西亞以為說那一天只是禮拜五 然後隔一天呢才是周六 所以閣西亞呢 然後加上那一天有送誡 所以閣西亞那一天長途去送誡了 所以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那就是接下來呢就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想請問閣西亞就是說 如果呢我們對於像是無家可歸的這些人 然後說對窮人呢 然後對他們捐贈一些衣服啊飲食等等 那這個呢是否是布施波羅蜜多呢 那閣西亞就在這邊回覆到說 就是我們在講述布施波羅蜜多的時候呢 就有提到說 什麼樣的情況會成為布施波羅蜜多呢 那在做布施 成為布施波羅蜜多的時候呢 他會具備三個條件 那第一個呢我們就想要說所緣的 所緣為是 就是緣所為是 那緣所為是就是說我們做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麼 那做這件事情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依靠這件事情 然後圓滿我的布施波羅蜜多 就是靠著布施這件事情呢 他能夠承辦我的布施波羅蜜多 這個叫做緣所為是 那第二個呢就想要說緣所失誤 就是緣著呢我所要供的這些布施 那就想說我所要布施的這些東西呢 一開始呢我已經把一切的東西呢 都布施給一切的友情 就是我們在行菩薩行的時候呢 一開始就已經有這樣子的依樂 那現在呢不過是把友情呢 寄存在我在這邊的東西呢 然後把這些東西再還給友情 所以呢對我們所布施的物品呢 就是我們緣著所失誤的時候呢 是做這種思維 那第三個呢就是緣行詩田 就是緣著我布施的對象 那就是想說呢這個友情呢 他是幫助我能夠圓滿布施波羅蜜多的善知識 所以呢當具備這樣子的條件呢 才能夠稱之為是布施波羅蜜多 那像我們一般呢就像剛講的 就是說我們布施給窮人 就是衣服飲食或者說住的地方等等呢 那這個呢是非常好的一件布施 而且也是非常好的善根 但是呢就是他離布施波羅蜜多差別在哪裡呢 就是第一個呢我們在行詩的時候呢 就像剛所講的 就是你要把你的心呢放得更寬 然後更廣 然後你的目標呢要更遠 你要想說我做這件事情呢 是為了成就佛道 成就圓滿清淨的佛位呢 所以才去布施 而且呢在緣到這個友情的時候呢 你要去想到說 我呢現在僅僅能夠幫助他去除暫時的痛苦 但是呢這樣子還是不夠的 我希望說我可以去除一切友情所有的痛苦 然後呢能夠幫助他們成就佛道 就是要有這樣更深然後更廣的意樂呢 去行布施呢才能夠承辦布施波羅蜜多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回到安樂道論的正文 那我們請看到就是第28頁的最後一段 那第28頁呢最後一段呢就開始講述到 就是我們上一堂呢就是講述完了布施波羅蜜多 那接下來呢就講到呃 慈戒波羅蜜多 那慈戒波羅蜜多呢這邊講說其次是施羅的修學 那一般我們在講述施羅呢就是慈戒的意思 就講說對於慈戒的修學呢就是同樣呢 我們一開始就是在正修學的頂門呢就是觀想頂門就是有上師佛 就是以四孫五二的上師呢然後來做思維 那這邊呢就是講述到說之前加行六法的部分 就是在正修學的頂門呢就是有上師佛呢 那這邊呢就是思維之前所講述的加行六法 那我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義樂必須述及取正無上正等覺的佛位 那這邊呢就講述到第二個呢就是我們加行六法做完之後呢 那第二個呢就要升起菩提心 那升起菩提心之後呢那才開始呢正式的講述到說 呃 慈戒呢他的分類 那在這邊呢就是簡短的呢講述了慈戒的分類之外呢 他並沒有多做太多的解釋 那所以這邊講到說為此呢我當斷除與斷十二等 自所承諾的律與相違的種種惡作 那這一句話呢講述到的就是律與戒 那所謂的律與戒呢就是我們講的呢斷除惡行的戒律 那所謂斷除惡行的戒律呢以居士來說的話呢就講到說居士的五戒 就是說要持守呢居士的五戒 或說呢我們要是有受就是出家戒的話呢 像是沙米戒或是比丘戒呢那這些呢我們都要好好的去持守 然後呢盡力呢斷除與這些律與呢相違背的種種的惡作 就是種種的惡行 那這個是律與戒 那第二個呢是講到說色善法戒 那色善法戒呢就講到說 不僅在自心上令布施等六度及施羅等清淨善法 未生令生起以生令增長 那這裡呢講述的就是色善法戒 那這邊就講到說就是我們在自心上就是要持布施等六度 那當然呢就是包含了施羅也就是此戒的部分 然後到令呢就是未生令生然後以生令增長 那最後呢就講到說饒益有情戒 那饒益有情戒就講到說也令一切眾生呢 結合著施羅等清淨的三頁就是結合持戒等清淨的三頁呢 然後安置於安置眾生於成熟成熟以及解脫之道 那這邊呢以上三以上三句話呢 就分別闡釋了就是持戒的三個分類 那雖然呢在這邊呢就是安樂道論呢 他只是講述就是非常簡略的呢 就是帶過了就是持戒呢 他的三種分類之外呢 那我們這邊呢就是稍微呢再仔細的說明 就是第一個呢我們講述到什麼是持戒的提醒 那什麼叫做持戒呢 持戒就講到說從損害他及其根本呢 令異厭捨 那從損害他呢 那損害他是如何對他人做損害呢 那這邊講損害他呢最主要講述的呢 就是我們講到說生三以及雨四的 就是屬於生還有雨的呢七種惡葉 那極其根本呢那生還有雨的惡葉是從哪裡來的呢 他的根本呢就是來自於異業的異業 那異業的這個是什麼呢 異業的這邊就要說是貪、撐還有邪淨 所以呢從損害他呢損害他講的是生的三種惡葉 也就是呢殺到贏三種那雨的四種惡葉呢 就是望雨、惡口、兩舌、其雨呢 這四種呢是屬於口的惡葉 所以生三、口四呢這七種呢就是損害他的行為 所以從損害他及其根本 那這七種惡行的根本是什麼呢 就是異山也就是貪、撐、邪淨這三者 那對於這十種惡行呢 另一眼裡就是從內心呢 就是從內心呢真的想要去捨棄他 所以叫做另一眼離 然後呢此能斷絲就是能夠斷除這種的兩知呢 就是能夠斷除我想要斷除這些惡行的心呢 這些生與異的這種惡行的心呢 那能夠斷除這樣子的心呢 就叫做慈戒 就稱之為是施羅 那能夠呢讓這樣修持這種能斷心呢 能夠讓他到圓滿的時候呢 那就是施羅波羅蜜多 也就是慈戒波羅蜜多 那在講述到這三種綠語的時候呢 就是在講到十戒的分類的時候呢 那我們現在要說第一個呢就是綠語戒 那什麼叫做綠語戒呢 那我們先從就是具有菩薩戒來說的話 那我們知道說具有菩薩戒的友情呢 那有可能呢是初加重 有可能呢是再加重 那具有菩薩戒的友情呢 如果是初加重的話呢 那他就是有五種別卸托戒的任何一種呢 那就稱之為是綠語戒 那五種別卸托戒是哪五種呢 那就講到說五種的別卸托戒 那五種呢就講到說就是比丘 比丘寧 沙咪 沙咪寧 還有正玄女呢稱之為是五種 那對於這五種呢就是初加中五種呢 他們所擁有的比丘托戒呢 那這個呢是屬於綠語戒的部分 那這邊都是講到說具有菩薩戒的這些友情 所以具有菩薩戒的初加友情呢 就是他們身上所擁有的比丘托戒 那如果是居士的話呢 具有菩薩戒的居士的話呢 就是沒有初加的這些友情的時候呢 那就如同是優菩薩還有優菩依 那也就是指說在家的男眾 還有在家的女眾呢 他們所受的這種比丘托戒 那也就是五戒的任何五戒 那對於說天界的友情來說 因為我們知道說天界的友情呢 他也是可以受持菩薩戒的 但是天界的友情呢 他是沒有辦法受持別解脫戒的 就是他的所依呢 天界的所依身呢 是不能夠不堪為受別解脫戒 但是呢 註於天界的這些 具有菩薩戒的這些友情呢 那他的綠優戒是哪一些呢 他的綠優戒就是相順於別卸脫戒的這些 能夠斷除自信罪的這些 就是斷除我們剛所講到的生與的這種七頁 或者是說呢 一三頁就是斷除這種 死不散的這種私心所呢 那也就是他們的綠優戒 那講完就是綠優戒之後呢 那第二個呢 我們就講要說射善法戒 那什麼叫做射善法戒呢 射善法戒指的呢 就是當我們受持了菩薩戒之後呢 那我們的生與意呢 所累積的善行呢 所累積的諸善呢 都可以稱之為是射善法戒 就譬如說呢 我們受戒之後呢 然後升起了像是文會 師會 修會等等呢 那這些呢 也是屬於射善法戒 或者說呢 我們恭敬城市呢 我們的上司父母 或者說是呢 病人等等這些 殊勝的這些對境 就是這些殊勝的資糧田呢 或是殊勝田呢 然後呢 對他們積極之糧呢 那這個呢 也是射善法戒 或者說呢 我們戰頌呢 就是具有功德的這些友情 那我們的在言語上面呢 都能夠隨其他人的善 或者說呢 當我們被對方傷害的時候呢 那我們去思維到說呢 為什麼會被別人所傷害呢 最主要是說我過去呢 所造的惡業所感的緣故 所以呢 我們應該好好休息忍辱 那或者說呢 我們對於我們三門呢 所行的任何的這些善行呢 那我們回向於圓滿菩提 然後呢 並未成就無量的功德呢 然後來發廣大的廣大怨 那還有呢 就是供養三寶 那以及呢 就是說我們住於安住不放逸 然後呢 精進於六度的這種行事 或者說呢 我們就是守住正知正念 然後從煩惱當中呢 去守護我們的根門 然後呢 飲食之量 然後對於說像是在 初夜後夜呢 然後呢 都是休息 毫無餘切 那以及呢 依止善之事呢 就是了知 諸罪的這種過患 然後呢 在諸佛呢 還有諸佛子 諸菩薩的根前呢 然後好好的呢 去發露懺悔 然後好好的呢 去防護 總之呢 就是盡我們所有六度呢 所設施的這些善法呢 在我們的自訊自己的心緒之上呢 衛生者另勝 然後乙生者呢 不退失 然後讓他不斷的增長 那第三個呢 就講到說就是 饒益友情界 那所謂的饒益友情界呢 就講到十一種事呢 是饒益友情的 那這十一種呢 就講出到說 第一個呢 就是饒益求助辦者 然後呢 饒益魅於方便者 饒益有恩者 然後救濟苦於部位者 那總之呢 就是有十一個呢 就是饒益友情的這種事情呢 那這稱之為就是 饒益友情界 那這十一個呢 就我們一個一個呢 來做解釋 那第一個呢 就講到說就是 饒益求助辦者 那所謂的饒益求助辦者呢 就是幫助呢 需要幫忙的人 就是他需求能夠幫助的 那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去幫助 需要幫幫忙的人 那就是講到說呢 就是一切友情呢 對於說我們想辦法呢 就我們的能力呢 就是承辦友情 就是他今生還有來世的這些毅力 而且這些毅力呢 就是要在就是不傷害他人 就是斷除了惡行的這些上面呢 然後來饒益其他人 所以第一個呢 假如說饒益求助辦者呢 就是幫忙需要幫助的人呢 那就譬如說呢 有人他在旅途上面呢 只有一個人 那這個時候呢 你去和他一起結伴同行 那這是一種饒益 或者說呢 對於有些就是在耕種的時候呢 你告訴他說就是如何去耕種 然後你怎麼樣去耕種呢 才不會傷害到其他的友情 或者說呢 我們把需要就是要的這些病人呢 然後我們不施藥物給他 或者說呢 當這些盲人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人呢 那我們當做他的想導 那對於這些呢 就是能夠去幫助其他友情的這些行為呢 那就是第一個呢 饒益求助辦者 那第二個呢 就講到說 饒益魅於方便者 那什麼叫做魅於方便呢 就是說對於我們要關戴呢 友情呢 他種種的就是他的根器 然後呢 他的願力等等呢 然後為這些友情呢 對他開示就是相應的政法 那對他呢 開示到說就是 要如何呢 遮止惡行 那如何遮止惡行呢 就是告訴他說 你如果不遮止這些行為的話呢 那最後所感得到的呢 也就只有痛苦而已 那為了呢 對峙這些痛苦呢 所以我們要去遮止呢 他的因 也就是惡行 所以告訴他呢 就是苦地還有極地 第一個呢 你要先了解到說呢 痛苦是哪一些 那了解到痛苦是哪些之後呢 你要知道說 痛苦的因是什麼 也就是所謂的極地 那在了解這兩者之後呢 就告訴他說 那要如何的呢 去遮止這些惡行 也就是遮止苦地還有極地 所以這是第二個呢 講到說就是饒意呢 媚於方便 就是不了解呢 就是這些善惡取捨的人 所以第二個呢 講到說饒意媚於方便者 那接下來呢 第三個呢 就講到說饒意有恩者 那這邊所謂的有恩者呢 就講到說就是一切的友情 因為我們知道呢 就是一切友情呢 在過去世的時候呢 都曾經當過我們的母親 沒有一個友情呢 沒有未曾當過我母親的 那他們在當我母親的時候呢 也如同今世母親一樣呢 就是照顧著我們 呵護著我們 所以由此呢 我們去念一切友情的恩德 然後呢 對一切友情呢 申起念恩還有報恩的心 那我們就如何去對友情報恩呢 那就是呢 承辦呢 就是他們現前 就是他們暫時的這種毅力 暫時的這種利益 或說呢 究竟的這種利益 所以就是承辦友情 暫時以及究竟的利益 那第四個呢 就講到說 救濟苦於部位者 那就是幫忙呢 就是有恐懼的這些友情 那有哪一些恐懼呢 就是譬如說他對於說 像是對於猛獸的這種恐懼 或說對於水裡面的這種大魚 像是金魚鯊魚的這種恐懼 或說對於國王以及盜賊呢 因為這些給他們的壓力呢 產生的這種部位 所以救護他們遠離這些部位呢 就是救濟苦於部位者 那接下來呢 就講到說就是開啟有腦 就是當有些友情呢 他遇到一些很悲傷的事情呢 那我們應該幫助他 就是開解他 然後讓他呢 不要這麼的悲傷 所以第五個呢 開啟有腦呢 就講到說 譬如說呢 就是自己的傷 就是譬如說 朋友呢 他的雙親 或說呢 他的親朋好友呢 然後 往生的這些人 那他必定呢 感到非常的痛苦 難過 那或說呢 就是可能在 呃 一直之間呢 失去很多財物呢 然後感到很悲傷的這些人呢 那 對於這些友情呢 我們就應該對他講述說 無償的道理 然後呢 讓他們呢 不要再什麼憂傷 所以這邊呢 就講到說 對於各這些 呃 善失親友親人 或說財物呢 感到悲傷的這些人呢 或是遇到一些痛苦無法脫離的人呢 然後為他講述無償 那接下來呢 就講到說 饒意之巨匱乏者 就是對於說他 呃 他的這些日用品 或說他的生活所需呢 就是匱乏的這些友情呢 那布施這些物品給他 就比如說對於說 生活貧困的這些人呢 那種布施飲食呢 就是給這些貧困的友情 或是說呢 要到比較遙遠的地方呢 那比較辛苦的這些 就是遠於奔波的這些友情呢 那布施就是馬車等等呢 給他 或是說對於說就是 一不必體的這些友情呢 那布施一些衣服啊 裝飾給他 那這個呢 就是講到說 饒意匱乏之巨者 那接下來呢 就講到說 饒意求医職者 那所謂的饒意求医職者呢 就是譬如說 有人呢 然後來希求說 他希望能夠當你的弟子等等 然後他希望把你視為上司 那對於這種就是 來希求医職的這些人呢 那就是要對這些弟子呢 就是給他就是吃的 穿的 然後住的地方 就是給予他食衣握具等等 然後呢 或是說為他開示呢 就是八種教授還有五種教介呢 那這個就是饒意求医職者 那接下來呢 就講到說就是 呃 第八個呢 就是饒意呢 就是 求隨心轉者 那什麼叫做求隨心轉者呢 就是最主要呢 就是隨順著友情他的想法 就是 某一種行為呢 某些生育的行為呢 然後可能會令一些友情呢 生起優苦 那這個 因為他生起這些優苦的緣故呢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就是止惡行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隨順著這個友情的這個想法 就是 如果呢 有辦法呢 讓他斷除這種行為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要告訴他呢 你應該要呢 斷除就是你現在所有的這種行為 但是如果說他暫時呢 就是無法斷除這些行為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先暫時放著 然後呢 就是我們要關戴呢 友情他的想法 那這個呢 就是稱之為就是隨著友情的心轉 隨心轉者 那接下來呢 就是第九個呢 講到說 饒意振行者 那饒意振行者呢 就是 講到說我們用言語呢 就是去讚嘆呢 他本身已經具備了信心 還有戒 還有文呢 就是聽聞功德的這些友情 就譬如說呢 具備信心的這些友情呢 那我們就去讚嘆他 你具備這信心的功德啊 非常的好 那 透於我們的讚嘆呢 可以讓他本身的這個信的功德呢 信心越來越增長 或說呢 他本身持戒呢 那我們去讚嘆他 然後讓他能夠更好好的去持戒的這種呢 就講到說是所謂的饒意振行者 那第十個呢 就講到說饒意振行者 那 饒意振行者的意思呢 就是說 他已經去入於就是 邪道 或者說他做一些不好行為的這些人呢 那我們該如何去幫助他呢 那就講到說就是 透有呢 呃 上中下三品的這種喝詞 喝者 就是用口語喝者的方式呢 或者說透有處罰他的方式呢 然後 讓他呢 不要去造作這些惡行呢 那就稱之為是饒意振行者 那第十一個呢 就是 呃 就是以神通呢 去調伏友情 就譬如說呢 有些友情呢 他就是在 呃 造作各種的這種罪行 以及惡行 那為了調伏這些 就是造作各種 惡行 罪行的友情呢 那就用神通呢 就是畫線 譬如說像是寒地獄 或是熱地獄呢 讓他產生部位 而希求救護呢 用這種方式呢 然後來饒意這些友情 就是幫助他們呢 能夠除淺這些罪行 惡行的呢 那就是第十一個呢 就是以神通調伏友情 那所以呢 上述呢 就是講述了 就是持戒的體性 以及持戒的種種分類之後呢 那接下來 總之呢 就是我們最主要呢 就是要了解到 就是持戒呢 他的功德是什麼 那如果我們不好持戒的話呢 有怎樣的過患 然後通過呢 就是我們長時間呢 去好好的去思維 然後最主要呢 就是要讓我們的內心呢 升起了強烈呢 想要去持戒的這個心 所以呢 在還沒有升起強烈 想要升起持戒的心之前呢 我們要在在的思維呢 就是持戒功德 以及不持戒的過患 然後呢 在升起了持戒的心之後呢 然後就以呢 就是發菩提心呢 做我們的動機 然後呢 不要去沾染呢 任何就是三界的不順品 就是所有戒律的這些不順品呢 我們都應該要好好的呢 去守持 不要去沾染任何的這種 對於戒律的這種不順品 然後呢 立立呢 去珍愛守護菩薩界 然後好好呢 去守護我們的菩薩界 然後呢 最主要呢 就是以斷除十種不散呢 為主 那 對於呢 我們所承取的這些戒律呢 就是要由衷的修習呢 就是要好好呢 守持的這種心 那對於說大地的這種戒律修持呢 就是大地菩薩的這種戒律的情詞呢 雖然說我們現在做不到 但是呢 也應該升起呢 就是把這個做一個目標 然後好好的呢 去發願以及迴向 那總之呢 就是我們對於說就是 持戒呢 持守三種戒律呢 就是如何 讓我們的持戒呢 能夠圓滿的陰 以及呢 如何 如理的呢 去守護我們的這種 律儀呢 那這邊呢 應該要詳細的呢 去閱讀中華巴大師所造的 就是戒品式 那我們這邊呢 只是很簡短的做一個概略的介紹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開始介紹安忍波羅蜜多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到 安樂道論的 第29頁的第二段 那接下來呢 就要說祭兒呢 就是接下來 講述到的呢 就是對於說 忍入的修學 那同樣呢 就是我們在修持任何的 道士帝之前呢 都要觀想著頂門呢 就是有何 世尊無二的喪失 然後呢 觀想頂門有何 世尊無二的喪失之後呢 就是思維到說 我為了一切淪為友情的毅力呢 那必須呢 就是快速的取證 無上等正 覺得佛果位 所以呢 即使呢 所有的眾生呢 都變成我的敵人 但是呢 我擦那期呢 也不升起任何的 任何的這種稱心 就是也不會對他們生氣 那同樣呢 因當承辦利益 以回報傷害 就是雖然說呢 他是在傷害我 但是呢 我還是想辦法呢 給他種種的好處 種種的利益 所以 因當承辦利益 以回報傷害 然後呢 並令至他心緒 圓滿忍入等佛的種種髮型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要好好的呢 就是繼續讓自己 還有他友情的心緒呢 都能夠不斷的圓滿 故事波密多 就如同佛陀的種種的 這首行儀 那這邊以上呢 所講述到的就是 安忍裡面 就是我們知道說 安忍呢 他分為就是 耐怨害忍、安受苦忍 以及施責罰忍 這三種 那在這之前呢 所講述到的呢 就是耐怨害忍的內容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講述了 三苦裡面的 第一個 耐怨害忍之後呢 那第二個呢 我們就講到說 安受苦忍 那接下來呢 就講到說 此外呢 當招致食物 財具、住處、臥具等 擴損 招致自所不遇的病痛等時 影響這些痛苦的蒙獸 原是我往時 制造惡業的果報 衣著此出果報 淨除了許多惡業 其實也沒什麼不好 尤其如果是為了正法而蒙獸痛苦 當心生堅韧 依此更得趨近於一切總治之道 所有這些痛苦 因自願取受 由是得以截斷至他輪回 惡趣之苦的去留 那這以上呢 所講受到的呢 就是安受苦忍 那安受苦忍 我們該如何的呢 去思維呢 就是如果呢 我們的食物或說財物 就是住處、握具 就是我們的這些資據呢 就是如果呢 有所就是毀損 或說呢 我自己呢 不想要得到疾病 那些痛苦的時候呢 那我們得了這些 各種的病苦的時候 那應該去思維呢 為什麼我會遭受到這些痛苦呢 那我遭受到痛苦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說我過去是呢 我所造的惡業呢 所以現在呢 感得了這種惡的果報 那依著這些果報呢 那我可以淨除呢 過去呢 我所造的這些惡業 所以這樣去思維的 去思維的時候呢 就就是說那即使我現在呢 受了這些惡報呢 那其實呢 也沒有什麼不好 所以應該要透有這種方式呢 去安忍 那尤其是呢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在修學正法的時候呢 那因為修學正法 而感受到痛苦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心呢 更應該升起安忍 因為呢 這個時候還可以幫助 讓我們的心呢 更去就是一切總之道 也就是成佛的方便 那這些痛苦呢 都是因為我過去是呢 所造的這些惡報呢 所感到的惡果 所以呢 我現在呢 受苦呢是必然的 所以呢 那由此呢 透由這種思維呢 然後斷除自己 以及他人呢 在輪迴裡面 還有惡趣裡面 流轉的這種苦的序流 那最後呢 就講到說 施責法忍 那我們就看到呢 第29月的第三段 那另外呢 這個如是思維 痛苦的遭遇呢 其實是黑白夜的一手 是三把的加持 是諸佛菩薩摩佛薩 不可思議的力量 是無上菩提 是十二分教 是諸菩薩學處 能升起如此信解 鼓勵極大 如此信解後呢 為正的無上菩提 唯應如理修學 十二分教的所權 所權義 也就是呢 諸菩薩的學處 那這邊呢 就講到說呢 我們接下來呢 也可以做這樣子的思維 那接下來這個思維呢 也就是施責法忍的內容 就是要說 我們遇到痛苦呢 最主要呢 就是因為我們過去 所造的這種 黑白夜的一手 那黑夜呢 就是我們過去所造的惡夜 那白夜呢 也就是善夜 那就是這種 善惡夜呢 所感到的一手的果報 那會感到這種 一手的果報呢 它其實是因為 有三保的加持 還有諸佛胡善 羅和善呢 他們不可思議的力量 那也是呢 無上菩提 也就是講到說呢 佛果味 然後呢 十二分教 於是諸佛呢 所講的這些經教的內容 以及呢 諸菩薩的學處 所以呢 能生起如此的信解 那就是能夠對這些呢 生起信心的話呢 鼓勵極大 那他所感得的這個果報呢 是具有很大的利益的 那如此信解呢 就是由此生起信心之後呢 為了贈得無上菩提呢 那我呢 就應該好好去修學呢 就是十二分教 就是諸佛所講的 這些經典的這個所詮意呢 就是他的內容 那這些內容是什麼呢 也就是諸菩薩的學處 所以呢 就是要透游如此呢 好好的做思維 那對於能夠如此的去修學呢 那祈求就是上師還有諸佛菩薩的加持 那其實後面就講的就是甘露 降致甘露的這種關修方式 那以上呢 就是安樂道論呢 關於就是安忍的講述 那其實呢 就是非常的簡略 不過呢 就是因為安忍呢 對我們來說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特別是呢 安忍呢 所要對峙的就是稱慧 那稱慧呢 他對我們的損害呢 傷害呢 是非常的大 而且呢 他對我們的過患呢 我們要去了解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就稍微呢 就是仔細的來講述到說 就是安忍呢 我們該如何的去修學 那一開始呢 我們先講述到什麼叫做安忍 安忍的體性是什麼呢 那安忍的體性呢 就講到說奈他怨害 奈他的 奈他怨害呢 就是說當別人呢 傷害我們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去安忍 或者說呢 我們自己所不想要獲得的 這一種病苦等等 就是這一種各式各樣的痛苦 產生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去就是 對於這種別人傷害我們 或者說各種病苦發生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心人要安然而住 就是要讓我們的心呢 不要散亂 不要因此呢 讓我們的心感到不平靜 就是呢 讓這種奈他怨害苦不能輕 然後讓我們的心呢 能夠安住 然後呢 集聖解症法 就是遭遇到這些痛苦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更要對於政法呢 生起信心 然後呢 由此呢 集其安住之思 就是安忍的體性 就是 對於別人的傷害 還有各種痛苦發生的時候呢 讓我們的心不散亂 然後讓我們的心呢 能夠維持平靜 然後由此呢 去思維正法 然後呢 能夠圓滿這一種的心呢 那這個呢 就是講到說安忍的一個體性 那剛剛講的呢 是安忍的體性 那我們生起安忍之後呢 那去呢 就是遮住 遮止稱他 就是稱恨他人 就是對他 遮止呢 對於他人生氣 對於他人生氣的心 那以及切弱 那切弱呢 就假如說 當我們的心呢 就是沒有辦法提起心力的時候 就是要讓我們的心呢 不缺弱以及不信解 那當我們能夠遮止呢 稱恨他人 缺弱還有不信解呢 然後把這樣子的心呢 串起到圓滿的時候呢 就是安忍波羅密多 那接下來 我們就講述到說 安忍呢 他的三個分類 那安忍的三個分類呢 就是第一個呢 就如同就是 在安樂道論所講述到的呢 就是耐怨害人 那所謂耐怨害人是什麼呢 就是將對方呢 敵人呢 傷害我們的這一些呢 把這一些傷害呢 轉為道運的方式 就是 將傷害轉為道運的這種方法呢 就稱之為叫做耐怨害人 那這邊呢 就講述到說 我們如何呢 就是將怨害呢 轉為道運 那該如何的去思維呢 那這邊呢 就想要說 就是先舉一個批譽呢 就譬如說 有些人呢 他就是可能被一些非人 或者說被一些 呃 惡鬼呢 就是附身 那他被這些非人 還有惡鬼附身的時候呢 那他很容易呢 就會做出一些就是 恩將仇暴的事情 或是 忘恩負義的這些事情 就是你對他很好 那他反過來呢 傷害你 但是呢 他在傷害你的時候呢 你會想要說這個人呢 他是身不由己的 因為他是被這些非人 還有惡魔干擾的緣故呢 被這些 魔所附身的緣故 才會做這些事情 那這個時候呢 你自然而然呢 就不會生氣 你的怒氣呢 自然而然呢 他就會消失 那這做一個批譽 那就如同呢 是這個樣子呢 那因為友情呢 他因為未斷煩惱 就是他的煩惱呢 稍微斷除的緣故 而且呢 他 他和這個煩惱的這個境呢 就是煩惱的這個對境呢 現前的緣故 然後以及呢 各種非理作意呢 就是各種呢 他會傷害我們的這種 因緣和合的緣故呢 所以呢 他才會對於我們呢 生起稱惠的心 才會對我們生氣 那也因為這種稱惠的心呢 他才會傷害我們 那這些呢 是他自己呢 並沒有辦法自在的 因為呢 這些都是為煩惱所自在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知道說 他想要傷害我們呢 並不是他自主呢 想要來加害我們 或是傷害我們 他完全是為煩惱呢 所指使的緣故呢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不應該對友情呢 生起稱心 那所以呢 這邊就講述到說 就是當別人呢 做一些就是 傷害我的事情的時候呢 那我們要稍微呢 就是安忍一下 不要那麼快呢 就生起一個稱恨的心 而主要呢 是去思維到說 他為什麼呢 會傷害我呢 他會傷害我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說他被煩惱所自在緣故 他自己呢 沒有辦法 自己呢 沒有這種自由 他為煩惱呢 所指使他為稱恨呢 所指使的緣故呢 所以呢 他才會來傷害我 而且呢 接下來我們可以進一步呢 去思維到說 如果呢 他呢 是被稱恨所自在的時候呢 那有的人呢 他因為被煩惱 或者說稱心就是 很強烈的時候呢 他乃至於呢 都會做出這種自殺的行為 那如果說他連他自己呢 都會傷害的時候 那他來傷害我 那就更不用說了 因為他連他自己都會傷害 因為稱恨的緣故 他都會傷害他自己的 那如果說 他來傷害我 那就更不用說了 所以由此呢 我們應該好好的去思維到說 他會傷害我 並不是他自己想要傷害我 而是呢 他心緒裡面的煩惱的緣故呢 他才會生起這種傷害我的行為 那我們呢 也可以做一些思維 就是 除了上述所講的之外呢 那同樣的呢 我們可以思維到說 當別人呢 就是傷害我的時候 無論說他是拿就是武器傷害我 或說呢 他用拳頭傷害我的時候呢 那如果呢 我們是要對這個人呢 生起稱心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該對於直接 直接傷害我們的呢 是他所拿的這些武器 就像是刀子 或是棍子等等的話呢 那如果說 我們該對直接傷害我們的人 生起稱心的話呢 那我們該是要對這個 他的武器刀 或者是棍子呢 生起稱心 那如果呢 說 哦 這個刀和棍子呢 是因為拿著這個人的緣故呢 所以呢 我應該是稱恨呢 拿刀子的這個人呢 而不是 而不是去稱恨這一些 他所拿的刀子和棍子的時候呢 那這樣去思維呢 也是不對的 因為如果說 你要去稱恨呢 間接者的話呢 那你應該呢 是去稱恨呢 就是這個人 他為什麼會傷害你呢 他會傷害你的緣故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 他心虛裡面的這種稱心 他心虛裡面的稱恨心的緣故呢 他才會傷害你 所以呢 你無論呢 你說直接 你不去稱恨直接的這個 直接傷害到你的這些武器的話 你是要去稱恨間接的話 那同樣的呢 你也不應該去稱這個 稱 去對你傷害你的這個人 生起稱心 因為呢 他也是被他心虛裡面的稱恨呢 所指使的 所以不管是呢 從直接的角度 或是間接的角度來說呢 我們都不應該稱恨呢 傷害我們的這個人 我們所要稱恨的對象呢 應該是他心虛裡面的煩惱 那除了呢 就是做上述的思維之外呢 那有的呢 會是說那我呢 應該要去稱恨呢 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那他會傷害我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呢 那如果我們再去思維的話呢 會知道說 現在呢 他為什麼會有造下傷害我的這個業呢 那他會傷害我的這個業呢 最主要呢 就是因為說在過去式的時候呢 我曾經傷害過他 那所以 因為呢 過去式呢 我所造的這個業的緣故呢 才導致他呢 現在會傷害我的 那這個時候應該去思維的時候呢 我們所要稱 所要起稱心的對象呢 應該呢 就是過去式我們自己所造的這個業 而不是呢 去稱恨他人 所以當我們生起了 當我們被別人傷害的時候呢 就透有這些角度呢 去做思維 然後呢 不要去稱恨他人 而應該是去稱恨呢 自己過去式所造的這種惡業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思維到說呢 就是 因為呢 他傷害我 譬如說呢 他現在拿棍棒打我呢 那我因為沒有辦法忍受被棍棒 我因為挨打之後呢 沒有辦法忍受這種被打的這種痛苦呢 因為這種疼痛呢 我沒有辦法忍受的緣故呢 所以我對他生起稱心 那你是因為說 因為你沒有辦法忍受疼痛的緣故呢 而生起稱心的時候呢 那這時候呢 更應該去思維 你因為呢 疼痛而生起稱心 那因為你造下了這個稱心的惡業之後呢 你最後所感的果報呢 是更為痛苦的苦果 那你因為這種小的痛苦呢 你沒有辦法忍受 因為你就是因為沒有辦法忍受痛苦呢 所以你才會生起稱心的話 如果是因為這個理由的話呢 那你更應該了解到說 你生起稱心之後 你之後所感到的這個惡果呢 他的痛苦呢 是更為的強大 如果說你現在這個小苦 都無法忍耐的話呢 那你將來如何去忍受 你因為稱心呢 所感到的這個大苦 所以呢 如果你不想要忍受這種小苦呢 你都不想要忍受的話呢 那你更應該要好好的呢 去安忍 去生起忍辱 不要對他生起稱心 因為這樣你才不會照下 之後呢 你感到大苦的這個因 所以如果你現在小苦都不能安忍的話呢 然後又是因為你是因為小苦無法安忍 所以你才生起了稱心的話呢 那你之後 因為稱心所感到的大苦的話 就變成說 這兩者呢 是相為的 所以你更不應該生起稱心 那還有另外一種思維的方式呢 就是當別人呢 拿他的武器呢 就是傷害到我的時候呢 那為什麼呢 我會感受到痛苦呢 我會感受到痛苦 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所拿的武器呢 還觸碰到我身體的緣故呢 所以我會產生痛苦的原因呢 是因為說他的武器 還有我自己的身體 這兩個呢 都是能夠讓我產生痛苦的原因 那我產生痛苦的時候呢 這兩者 既然說這兩者 都是能夠讓我產生痛苦的原因的話呢 那為什麼我不稱恨自己的自身 而反而去稱恨對方呢 所以如果說你不 因為這兩者呢 都是能夠讓你這兩者合和呢 才變成了你能夠受苦的這個因 那如果說你不稱恨自己的身體的話呢 那你為什麼要去稱恨對方呢 那還有一種思維的方式呢 就想要說呢 就是為求智力的 像是生文的這些友情呢 那生文的這些友情呢 他也不會生起稱心 但是呢 他僅僅追求的呢 就是智力 那如果說呢 那追求智力的這些生文行者呢 他都不會生起稱心的話呢 那更何況是呢 我們自己已經發願了 要成敗一切友情的利樂 我呢 所要追求的呢 是利他 就是要和諸佛子 和諸菩薩一樣呢 那我更不應該呢 去稱恨他人 因為呢 為求智力的這些生文行者 都不會去 對他人生起稱心的 那更何況呢 我是說 我是發大稱心 我要利樂一切友情的 我要跟諸佛 諸菩薩一樣的 跟他們隨學的友情的話 那我更不應該去稱恨他人的 那還有一種狀況呢 就是當別人呢 毀壞我的名譽 或說呢 別人呢 就是對我稱讚的時候呢 他去就是破壞的時候呢 那我們會對這些人呢 就是生起稱心 那這個時候呢 就要說我們其實呢 也不應該 因為這個樣子呢 就對他人呢 就是 就因此而去稱恨他人 為什麼呢 因為 對於這種稱讚 或是名譽呢 他對於說我的今生 還有我的來勢呢 他並沒有任何的好處 而且呢 就是因為有的這些稱讚 還有名譽的緣故呢 會讓我們的心呢 更加的散亂在許多 就是沒有意義的這些事情之上 然後也因為呢 這些稱讚還有名譽呢 他會破壞我們身體呢 就是燕尼輪迴的這種心 而且呢 也因為這種稱讚還有名譽的緣故呢 會讓我呢 產生這種嫉妒心 然後呢 會去嫉妒就是有功德的這些人 他會產生各式各樣的這種過失 所以呢 當這些破壞我名譽 還有破壞我 就是讓別人呢 沒有辦法稱讚我的這些人呢 那這個時候呢 我不應該對他生起稱心 因為他破壞我的稱譽呢 他其實呢 是幫助我 讓我呢 不會墮於惡趣 而且呢 他也能夠幫助我呢 就是斬斷呢 對於這些名譽 還有呢 稱譽的這種貪拙呢 能夠幫助我斬斷這些的束縛 所以我應該由此呢 而感到歡喜 而不是對他們生起稱恨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別人呢 會擊毀我 就是他會毀謹我呢 或是績笑我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你要去思維到說 我們不需要為別人呢 就是績笑我 或是毀謹我的時候呢 我就對他生起稱心 為什麼呢 因為當他績笑我 毀謹我的時候呢 他其實對於我自己的身心呢 都不會造成任何的傷害 然後呢 好像乍看之下呢 他會阻礙我呢 就是獲得呢 很多力養 但是呢 雖然說他會阻礙我獲得一些力養 但是呢 他阻礙我獲得力養呢 他也不會讓我瞬間呢 他也不會讓我瞬間呢 就變得說 我沒有辦法就是過日子 就是一下子呢 好像就變得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這些資據可以生活 那反而呢 會因此 積極呢 就是如果因為他擊毀我呢 我就對他生起稱心的時候呢 他反而呢 會讓我積極呢 許多稱恨的這種過失 所以這個時候呢 別人擊毀我 擊笑我 毀罵毀罵 毀罵我的時候呢 我也不應該對他生起稱心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我們呢 就是已經呢 就是發誓呢 就是要安利一切有情的佛地 但是呢 對於有一些就是我所就是不歡喜的這些人 或說我的仇人呢 當他獲得一些就是力養恭敬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我自然內心會感到不高興 你會想要說 希望說呢 他不要獲得這些好處 他能夠變得越來越不好 就是有時候呢 我們的心會生起這樣子的煩惱 但是生起這樣子的心呢 其實也是不應該的 因為呢 他能夠獲得這些力量呢 然後你呢 去想到說呢 希望說他變得呢 就是越來越不好呢 那不但呢 傷害不了對方呢 反而呢 只是傷害到自己 那假使呢 因為說你透游這樣子呢 讓他變得呢 就是他的這些 這些力養恭敬呢 都消失 即使呢 你的發願呢 就是能夠承辦的時候呢 那也是讓你自己還有他人呢 都遭受到這些過患 所以要去思考到這些之後呢 然後不要因此而生起誠心 所以呢 這邊就想要說呢 就是當我們的這些仇敵呢 或是我所不歡喜的人呢 他獲得了這些好處的時候呢 那我呢 會希望呢 他獲得不幸 那生起這種念頭呢 他不但呢 就是沒有辦法傷害到對方 那也只是呢 就是自己呢 去想到說傷害他之外 他並不會有任何的傷害 那如果說呢 他真的因為這個樣子呢 就是獲得不幸的時候呢 那我們該怎麼去思維呢 那因為你生起一個 希望他獲得不幸 這本身呢 就是一種惡業 那既然是惡業呢 他如果獲得不幸 同樣呢 你自己呢 也會遭遇到這些不好的過患 所以要去思維這些呢 而去遮止 那以上呢 上述所講的這些思維的方式呢 最主要呢 就是依靠著正理 就是依靠著正確的理由呢 去做思維 那特別呢 我們是要透由我們的觀察會呢 好好的去抉擇 就是當我因此 因為這個理由呢 而生起稱恨的時候呢 那我生起稱恨的這個理由呢 他到底是否是正確的 如果生起稱恨的理由呢 是不合理的話呢 那我就應該遮止 就是想辦法呢 讓自己不要 因為這個理由呢 而生起稱心 然後透由這種方式呢 然後來修習安忍 那以上呢 就是介紹完了呢 就是耐怨害人的部分 那除了說我們上述所講的 這些思維方式之外呢 那也可以呢 去閱讀就是 陸行論的第六品 也就是安忍品 那裡面呢 也是有非常廣泛的一些講述 就是我們該如何的去做思維 那總之呢 就是耐怨害人呢 就是我們一開始講述 到的呢 就是如何將呢 對於他方的這種傷害呢 把它轉為就是道用 就是成為就是佛道的一種方式 能夠成為我們道的 轉為道的一種方式 那以上呢 就是對於耐怨害人的一個講述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方式呢 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那接下來呢 就是一起做迴向 對於是 感谢观看